玩具TV第六位第十一集 这些可以倒打的 其实刚才大家看过这个片段 不要紧张我再做一次给大家看 你都再讲一次 把focus 落到中间 又落到我 对 还有记住大家现在看玩具TV 不是ViuTV 我记得了大佬 所以你要再介绍自己多一次 那我又不厌其烦再介绍自己多一次 大家好,我叫阿斌 那我叫涉郭斌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过一下 看看这件事 都可能见过我做乐主持的 但其实现在我没有在ViuTV的了 那我就自己签过公司出来做演员 那 虽然多个机会见到你 希望 最近客户是我们的老朋友Semi 沈大哥 沈震天 最近有一套是我公司开的 叫暗算天机 那跟他在里面一起 人人有对手气 哇 你升了一级的 Semi 他大哥 一向都大哥 听说他在角落很受欢迎 他很受欢迎的 和他在过来拍剧的时候 够胆死真是 我以为我这套剧有韩星 因为有些妹妹 在那里拍摄 有些妹妹是真的在等了他一个多小时 拿了那些镜子去拍摄 然后我想想 她是谁呢 等你 其实是等你 应该不是的 我还没有进去 我还在里面 Erik Kock 还有Erik Kock 只有Erik Kock 不然你那么厉害 粉丝那么疯 然后我说 原来是等着Semi 这类型中心的粉丝 其实以前在香港见过的 就是在机场接航星那些粉丝 所以沈大哥在上面都受欢迎 他可能也在看你 他也在看吗 他也在看吗 不过今年Hot Toys的四部 你怎样入手呢 Semi 即是有机会 你在会不会TV那里 打出来 你如何入手 今年动漫四部 打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现在干脆吃炒了 你问一下他有没有牌 因为我做的日子 我找人牌打 我的男人是你的 你买的 他在Facebook打 我很想要 这样应该有 我们又把Focus Lock 回去那里 当然了 其实抬头有一堆很笨的邪胶 不过我们不打算说 说着的 我们想问一下 玩玩具 其实绝对不是初波 有没有什么心努力情 或者玩的收藏 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 如果大家看到眼前的玩具 他觉得是奇奇怪怪的 千万不要诧异 因为我个人其实都奇奇怪怪的 我在 太白了 太白了 我真的接触这类型 重口味的邪教之前 基本上我是没有 没有装玩具 甚至我再早些年代 我在一些网上的新闻机构里 我有试过写玩具 有做过玩具的记者 但我都没有正式装 因为那时候 我可能比较随心 我会有买一些 我觉得造型有趣的 角色的工具 我其实都很喜欢 八九十年代 在美国玩具 一些特别的角色 怪怪的奸角 我很喜欢 例如 例如 我会买过 有个 He-Man 不不不 He-Man也大了 有个叫Visuala 你还没听过 Visuala是胸口有一个雷射贴纸 其实是G.I. Joe创出的 比例大G.I. Joe 这3.75吋 它就有头盔住 特点就是 胸口有雷射贴纸 真的没有人会在座 Visuala 少少 美换 美换 美换我有玩到Visuala 我真的没听过 由于当年 G.I. Joe在美国很丰行 其实有很多副厂的品牌 是出过一些 资金厂 对 好像He-Man 是很过瘾的 我是买过一个 3.75吋 G.I. Joe scale 但是 它是好像邵氏那些 以前没有打片 穿着衣服 是一个和尚 拿着一把 一把大的斧头 大G.I. Joe 那样的东西 可以放进战车 是 那个年代 好像是很流行 工夫各的厂 都自己 拿着 就是 你这一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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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流行 但是由于 他们美国人 对于中国的文化 就是他们看中国的文化 是有一种迷思 所以他还在这里 觉得香港人 各个学的功夫 择一条鞭 城京心 一般 就是那种 所以他有一些 比如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出那些 武俠的元素 那只有一件 就是叫做 台拳道fighter 然後穿著一件 堂藏衫 不是呀 是銀色的魚網衫 但是紮功夫頭 聽起來很性感 銀色的魚網衫 很前衛 你穿著現在是OK的 那一隻我沒有 因為那一隻我爭不了 應該有一個外國人 我要爭 要爭 因為上次一隻和尚 義備 義備 因為上次一隻和尚 爭了應該是外國人下寵珠 爭了另一隻 因為很好笑 我們看回功夫片 我們知道大概是怎樣的 怎麼會有一個叫做 拳道fighter 戴著銀色魚網衫 因為本身我自己喜歡溝騙那些東西 所以我這些很過癮的character 我有錯 你現在你們做這些東西 是會被人玩歧視的 是呀 你拿出來 因為現在開始有 你知今年美國那邊刺了線的 所有政制性角 我忘了他怎麼叫 就是你拿了別人的文化 但是你將它混合一碟 前一陣子有個女生 有個鬼妹 去年尾那些學生那些畢業派對 就穿了一件祈禱的 哦 好像是 對 穿了一件學生祈禱 但是他就比美國 就是很多亞洲人出來說 無所謂的 但是他本地反而那些白人 就很敏感就說 你不尊重亞洲文化 這個是他們白人 在廣告業的問題 在廣告行業 我都聽很多這些東西 是的 就是有幾個美國的大師的品牌 他們見到可能有一些 某位日本設計師 就出了一本東西 可能是 可能是跟黑人有關的 那他們那幫人就會說 你做什麼要歧視 對 歧視 各方面的東西 你不可以賣 你要道歉 那些東西 但是很多 就是問回很多 其實很多 自己真真正的就是黑人 黑人 你別錯了 是誰的產品 是誰的產品 是不是He-Man有個黑人 呃 我有見過類似的東西 有一個其實有一個牌子 叫Ki-Ki-Tai 哦 Ki-Ki-Tai 他之前就出了一款是吹氣公仔的 其中一款就是出黑人 哦 就是適合不同人口秘而已 其實 其實我自己看下去是沒有什麼任何的 哇 今個禮拜 有個微博男演員 靚靚仔仔叫 Sed Afro 前一陣子就是 Sed Afro HIGH SCHOOL MUSICAL 沒錯 他弄了一個JACKLOCK頭也被人說 就是說這個是黑人的髮型 你是沒權弄的 那些酒火入貨 哈哈 其實是黑人的 其實是黑人的 因為前一陣子 星戰不是拍了新一輯的 是 好像其中有幾個演員 已經被人網上欺凌度 他們宣佈永久退出社交平台 好像新的那一刻沒有事 去了耕田做農夫 已經說 我漢頭很細情 因為 因為經典在前 其實你找誰早死 才被挖花 沒有事 那個女主角都好像刪了自己 刪了 有個華人都說頂不住 那些人攻擊他 他說為什麼華人會做新演角色 那沒什麼理解 創作 沒有什麼理解 我想他提示 不是一般人說 因為他不漂亮 等於那些人看來神獎 為什麼不是劉德華做 不是啊 劉德華做 本來做都不行 就是這樣而已 其實是搞笑的 應該是曹達華做 應該是曹達華做 應該劉德華做都不行 算了 又撐遠一點 早排也叫做有個消息 都說 都不會再怎麼拍 那些Side Story of Star Wars 是啊 是啊 只是 這麼大一片不拍 沒有東西 他現在因為拿了影 即是他不拍Side Story 所以拍Side Story 是外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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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外出的 所以再算再檢討一下 我們真的要檢討 其實在香港的網上 和玩樂界都有沒有 跟你講的情況 其實網上 就是網上 即是網上 即是網上是一個 最反映人性醜方面的 就是 所有事情都一窩蜂 而且所有事情都是 不斤思考 因為有什麼人會拿著電話 最快變快 就是不再多想事情 因為你不需要想 你不要講我們觀眾 哈哈 其實 你很 很正常 因為那些事情 你不需要思考 你寫幾個字 我拿著電話 為什麼所有的 reply都是最極端的呢 因為就是最極端的人 才是最有意欲 去reply 去寫東西 其他 如果你的情緒 不是那麼澎湃 你想想 你就不會意欲去寫 你就再聽下一個Pose 所以這些人 是最安全的 正所謂 香港的空肯造作 哈哈 這些人做安全的世界 最好 做什麼 做就不要這樣 你說不要說 哈哈 這些人 只是現實世界 跟他做朋友好 因為網上的殺傷力 就應該放在那裡 對 真人平安 很nice 很nice 很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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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如果你說香港玩具界的一些激烈的言論 因為 我雖然玩這些 但我又看其他人 很難玩 我看得最多就是 對於一些玩具的批評 千成年 好像很有印象 對上 好像最近出了一隻龍神丸 還是什麼貴的 小魔神丸 好像說它太貴 然後又說 不練套鞋 又說不知怎樣要再多些 這樣買 有些人就說 其實 你不買回那隻 我也是我 那些 如果網上 上面香港又見到 貴不貴 值不值 那些東西要不熱 那我想這個 在程度上 是很多 香港人的價值 就是 值不值 這件事 對他們來說是 幾重要的 行為 不過無可可言 香港的情況 是比較 有時候 你看到台灣 或者美國 那些 比如說 那些人 似乎是 一方面 斯文一點 有一方面 真的會說很多 真是關於那些玩具的 比較深入一點的 就是可能 研究一下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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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 就是會說這些多 對 不會說 貴 圍貂 圍貂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是有人打 那些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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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架 那些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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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 慈平和正面的人 都敢發言 但是香港 慈平和正面的人 就免得發言 多數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因為你可能發言後 會被捲進去 好像捲進去 馬尖 那大家就叫做 什麼 手伸如玉 還是什麼 榮治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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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在香港的浪交界 我又看到這個情況 會很有趣 因為我知道 外國的Forum 譬如就算 就像這些 是大師的玩具 所謂的大師玩具 一出得不好 或者有少少 這次可能 扭力 插到一顆 那些貴子 插到一顆 但是香港反而 就普遍是覺得 這個牌子出的東西 應該出牌帶也好 會插 追捧 是盲目追捧的很多 真的 亞洲人是這樣的 是嗎 不單是香港 其他人都是 因為這個現在新興的 算是一個 叫做突然興起的 我相信一直都有 但是近來就 起碼有很多 叫做邪交 近這兩年 其中一個 最令人觸目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個價錢 和那樣東西 看上來的比例 是不是我們習慣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膠品 是 當然你當藝術品來講 你不可以去評價 這個東西 是 製作費是多少 因為它有藝術品 但是以旁觀者來講 為什麼他突然間 你會去探論他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你不要告訴我 我同事的男朋友 都去 因為我叫他幫我Amanda Key 買一本書 然後他從來都不去那些玩具店 他男朋友見到 就是第一次見到邪交 他說 為什麼這東西 只剩幾十萬円 真的幾十萬円 沒錯 就是變成一個 從來不玩玩具的人 他都會留意到 為什麼這東西幾十萬円 那你就會留意到 所以 為什麼你說會 簡直觀不同 其實是的 這些東西 其實 我簡單來說 其實叫反美學 他的美學就是反美學 反美學 第一次聽 不是 學習 如果一般 例如大家玩開玩具 高達 星矢 那些是主流學學的話 因為他們有一些 譬如 很 很 對稱的比例 或者做工具很精細 顏色對比 顏色對比 很精調 或者主流色些 舒服些 這些其實還沒有 反美 你看到其實簡單來說 肉酸 醜 有些恐怖 我剛才也說錯了 他們都精細 但他們是肉酸醜 甚至乎 有些有訊息 我記得 好像是這個品牌 Retro Band Retro Band 是的 因為特朗普當選的時候 他出了一個作品 是一個特朗普 頭打皮 是一個屎 他們會有一些 這樣的 他們的訊息 放進去 而我自己 真的 譬如我玩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都想知道 他背後的創作動機 其實我也有研究過 還有 我有主要問過 那些設計師 其實是怎樣做 那樣 好像 譬如 這個是 春卷的作品 角娃 我有問過他 他說 你是不是以前養過青蛙 他說不是 因為那時候 他一直 其實很多這些 邪交的創作師 後戲那些 本身 都是一個 邪交的玩家 收藏得久 自己就想出一些作品 那他就說 他那時候想做一些作品的時候 他就覺得 青蛙的動態很特別 他好像不動 但是又好像有生物 所以他就做了這些 是的 那 他們這些設計師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 擺放 我們現在 我們留下這些 講邪交 我們留下第二節講的 講邪交 不好意思 扯回演員 好 你作為一個演員 或者叫做藝人 其實你有玩收藏這些邪交 不是邪交 你在藝人界裏面 或者演藝界裏面 看到多不多 一些同仁 除了沈澤軒 沈澤軒第一次見到他做 他也不適合這個 對 他不適合這個 但是他知道 這個是 是一件 用心的製作 但是他只不過 只不過不喜歡這個美學 就是 我對比Eric 有說 其實我是很喜歡這一類型的 其實我是很喜歡這一類型的 因為有一次我覺得 有一次我覺得 在那裡 你有什麼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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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過 我自己邪交的概念 就是 本身 Scracker表達那樣東西 怎樣在公仔那裡 講故事出來 而又和正度有些偏離 我就視之為邪交 這就是我自己的解釋 而看回這個桌面 每一個作品 其實是很吸引 吸引的地方 不只是說 雕工 而是留意每一個 角色的外形 他會有什麼訊息 我覺得是最衝擊的 他其實 可能很多人覺得 這些是 有血腥很噁心 但其實他不是純 血腥很噁心 因為 你會見到 就算這些 爛爛肉肉 他的比例 不是一個正常比例 是 他是做過的 以前是否有個品牌的 麥啡嶺 他不是有一堆血腥 那些 我又入了 那些我很喜歡 那些 但那些 你會見到不同 那些其實很寫實 那些是主流的 是 那些是有蠻 有些有 有些有 那些 我沒有記錯 我沒有記錯 是叫做 Bloody Tell 還是什麼 那些 當然那些是有故事 因為他 Depends on 是沒有一些fairy tale 去改編 來出一些 figures 他出過很高的 那些 仙子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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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喜歡的 他那些 作品那些題材 就更加差在界點 我其實有些接受不了 因為有些牽涉到 例如 小朋友 隱婦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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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 魏能界 有沒有人玩這些 不要說魏能界 我身邊問過那些玩玩具的朋友 我真的做過統計 玩玩具和不玩玩具 加上我大概問過三四十人 我就很簡單 給他看照片 你覺得怎樣 三四十分裏面有九成這麼多人 哇 你做什麼 神經病 神經病 不知什麼價錢 不知什麼價錢 不知價錢 神經病 他就說給都不要 我正在報警 那些 那剩下那0.5%的人 就一見到 嘩 那裡買多少錢 即他其實沒有中華 即見到這些東西的人 即我在我小小的統查裏面 他們是補話 OK 沒有什麼 要不就玩 要不就很髒 要不就很髒 對 很鮮明 我覺得這件事是挺有趣的 其實我一開始玩的時候 我都沒有被其他的玩具吸引 那時候曾經有想過 SHF的龍珠 因為我喜歡從小小看 但是 又發覺 那個 即沒有這麼大熱誠去存 因為那時候是覺得 哇 夠水的公仔 傻了 你們說的SDCC 對 是 現在很傻 真的 其實買了這些之後 價值觀是錯了 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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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觸其他 譬如新的範疇的玩具的時候 譬如單塞膠 或者一些舊小小的模型的時候 蛤 千多元 還想進去 那些人說 哇 這麼貴 不是我本人有多有錢 或者我多肯花 其實 這不是一件好的事 家裡的家人觀眾的小孩 千萬不要 其實 就是接觸完這些東西之後 長期在他們那個很海鮮價的分圖裡面 就覺得 蛤 為什麼便宜那麼多 尤其是你知道那些單色膠 就是那些燒的公仔 百多元粒 或者幾十元粒 都是對這些來說 是很便宜的 所以就 有一個這樣的影響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十分之不好 對於 對於你日常的工作 就是做一個藝人 彭燕 會不會刺激了你多一些 就是從一些不同的方向去思考 去角色的意見 刺激了我經理人的神經 多一些 他說你不要再鋪這些東西 就是你鋪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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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是你見過我這樣的樣子 都知道我不是Semi的 沈大哥的形象 但是 很難講的 這個很難講的 總之他就 試過 其實我經理人都說 喂 你不如鋪少一點 鋪多一些其他相片 但是我也少了 空機的相片 對 空機的相片 就是鋪DPS 第一位男藝人 就是鋪多一些其他人的空機 不太好 我怕鋪自己的空機更不好 我想想 你是不是真的要鋪多一些空機 還是這個 Anyway 其實跟公司其他女藝人 他就有大反應 你不要 不要再鋪 半夜三更 我記得其中一個是 負貝加 然後他半夜 不知兩點鐘 Message Message 我頂你 你頂我什麼 他說你半夜鋪這些 然後我睡不著 然後我說 那我沒有叫你看 哈哈 那是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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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unfollow 那我就不要unfollow 我說上小時候也是聽你的歌 是不是 那我就不懂 馬上說 馬上說 這句子 我小時候聽他的歌 他也很小 是不是 他小時候想和我 讀不到 那有些女的同事 artist friend 女朋友 不不 真的是artist 那我就會覺得 喂 頂你個肺嗎 幹什麼 那些 不要說這些 就算我媽媽 那一開始呢 我講話一定不會罵她的 那一開始我還未放那些玩具 我其實這些全部都放在我電視櫃上面 原本那裡是放雜物 沒有東西 那一開始我都清掉那些東西 那我開始放了第一隻 好像是 第一隻沒有在那 那放第二隻這隻 第三隻這隻 那是福禄獸隔壁 你會把照片放到我旁邊 放到第三隻的時候 剛好是我剛剛用ViuTV的時候 我剛剛問了一個很 很mix sense的問題 很窩心 他就說 挺像的 不是不是不是 他跟我說 他說肥仔 我知道你進了這行 但是 不會養鬼仔 你是否養鬼仔 然後 我很語重心長地跟我媽媽說 我說 媽媽 這些 貴過鬼仔 貴很多 大哥 以我所知那些 對不對 所以簡直是 你不要說 就是 師奶一定有感覺 大哥 你看看這隻蜆蜜 對不對 我很記得 另一個故事就是 那時候我老婆剛剛有了小朋友 那 有罵她 我實不相瞞 我跟我老婆就好才結婚 我都連累沒什麼 那我好記得跟我外母 去談禮金的時候 我外母是一個儒家教練 很peaceful 是 那她跟我說 我就說 其實禮金方面 他說這些不用提 但是阿斌 你可不可以答應他一件事 我收拾她的公仔 嘩 我認識她大概 9年還是10年 第一次見她扯火 就是她說 我不想我們試過 那個小朋友變得好像她是這樣的 就是 可能禮金呢 你可以用二話為 然後她一說這個 你就 有限 二話 不是啊 禮金她說真的沒有所謂 這個就是禮金 這個就是禮金 這個差不多 你都看不出來 你都看不出來 我最值錢的東西給你 我看不出來 你都看不出來 放一陣子 那時候老婆 有了寶寶的時候 就是真的 要擺盲 真的嗎 那我覺得不是 她一定在睡覺 小時候知為口試 但是 你太太平時就接受了 都完全不接受 哈哈哈哈 我已經不買了 叫做後來的兒子 一輩子一輩子 我不想 很任性 compromise 不是要慢慢試 有一天突然放一隻出來 嘗嘗 放一隻出來的時候 然後她說 喂 幹嘛放一隻出來 公仔 每天都在搞 很過癮 真的很過癮 真的過癮 我聽天都過癮 你兒子已經不害怕了 我想她還未 其中有一隻 其中一隻 他應該會害怕 那隻沒有帶來 因為很容易弄 真的害怕 真的害怕 現在都不害怕 那隻是一隻 人臉的豬 但是角度 用一些脆膠 噢 有A.P.X 搞 所以變了一隻 那個鬼佬是自己 用一些很差的玩具 刷那些角度 拍下去 但是他經過一番 改造之後挺漂亮 但是很容易脆的 那些人 改裝後越脆 那些 對 剛剛聽了 阿彬彬說了這麼多 又說家裡 又說兒子 又說結婚 又說外母 說了很多事情 你今次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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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很多開心 大家好像已經看到 都有些同感 即是說到玩具和家庭 就有些confront 很少這麼和諧 所以我老婆不會 我老婆不會看玩具TV 這兩個很幸福 跟他自己的另一半 完全是十分 不是 完全是十分 挑交 山蝦魚 不 魔月怪獸 那些敵人 哦 他真是懷胎超 很厲害 他就只玩一樣 就很醜 玩 有得玩 有得玩 我們兩招 那就太大齊玩了 其實現在應該 就算我搞定 我老婆也搞不定 就是大部分香港人 對面的問題 就是地方 Exactly 對 我再買 我睡街 他就放進來 租倉 租倉 沒有意思 我要換他玩 那些不擦袋 不拆袋 我聽著 換他要玩 我再重新 我覺得幾間的就是 死在手好 比死在盒 對 起碼都很浪漫 死在手 不怕的 我覺得你過兩年 你多拍幾套 過億票 過行那些 我也想 應該會 不然就買個倉 都是Display 買古生 買倉 沒錯 但是我已經認識了你 就可以入你的倉 玩 因為經常想入古生 我們就可以入你的倉 還有節目 至少都玩一個 都是這隻 就是我們有班 正在微視就可以 但是玩來玩去玩這些 不要緊 不要緊 有地方可以玩 是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因為今晚節目都很豐富 待會阿斌斌會再跟我們說 即是入到邪交了 什麼叫價值認識 為什麼要這麼賺錢 為什麼要提展到大師 為什麼德國人很喜歡 我會這樣說這些 待會見 再見 Bye